第四個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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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遲聯軍團的妮亞斯 那今天我們要實況的是Minecraft的 嗯... 一英春 一樣 一皮3 那在這之前呢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我下一張地圖的內容 那首先我們下一張地圖是生存類型的地圖 呃...欸不對 嘿嘿 我這裡...還沒有弄好 總之我先跟大家講一下啦 它是一張生存類型的地圖 那...呃...就是說...怎麼講 嘖... 我現在還沒有決定要用1.7.2還是1.7.5還是1.8來製作這張地圖 對 那這張地圖的特色在於說 它的石頭 鵝卵石非常的少 非常的稀少 但是它的礦物 是很正常的...呃...分布 然後...它比較多的是泥土 就是泥土從... 它是屬於海島生存啦 泥土從那個...島上面一直到最底下 最底下...都是泥土 除了最底層是吉石之外 那...石頭...玩家會好奇石頭要從哪裡取得咧 那這就是這張地圖的另外一個特色 就是說它會有一個...算是魔塔的島 那你...那一整個魔塔都是用鵝卵石製作的 你可以去把整個魔塔都給拆了也沒關係 那...另外一個特色就是說 你...得到了一些特殊物品 或是說...呃...金錢 現在沒有決定要用金錢還是特殊物品啊 就是...你得到了...很多金錢或是其中一個特殊物品 假設...那...你就可以到一個...職業島 它有一個專門可以讓你轉職的職業 就是說...可能你...你擁有了某些東西你就可以去轉職 那轉職你就可以獲得特殊能力 比如說速度很快啊...或是攻擊力很快啊之類的 然後這個...呃...這個特殊能力會...伴隨你...一直到...就是...遊玩這整張地圖 這樣子 就是...我打算把職業跟...生存地...呃...生存...地圖做結合就對了 對...讓這個...這個地圖有點...半RPG又有點半...就是...生存啦 對...基本上你...可以拆的東西都是...就是可以拆 就是你拆得了的東西都可以拆啦 對...那...裡面還有...呃...一個叫...一個算是...商店島 就是...賣各式各樣的武器啊...當你...譬如說因為你沒有石頭嘛 石頭...只有在...魔塔的那個島上面有 可是魔塔的那個島上面會有...殭屍豬人 會有...地獄幽靈 所以...基本上你剛開始是不可能...進到那邊去...然後...攻擊的 所以你一般就是...剛開始就是...建房子啊...打怪啊...之類的 那你...等...等你打到一些怪然後它的掉落物 你就可以拿去商店...島去賣...然後賺一些錢 那賺了錢之後你就可以買一些...石頭製的武器 石頭劍啊...石劍啊...鐵劍之類的...什麼都有 那...大概是這樣子 那如果...玩家有什麼意見...譬如說...我現在想要就是...問大家來說 大家比較希望是1.7.2版本還是1.7.5版本還是1.8版本 三個版本選...選一個版本 然後留言留在我的YouTube的下方喔 那...到時候我就會...參考大家的意見然後去做 那...好...我們今天就直接進入主題...應應村吧 呵呵...感覺廢話有點久 好...那我們現在是在...欸...這裡 我們...現在是卡在哪裡啊...我有點忘... 我們...現在是卡在哪裡啊...我有點忘... 破舊的筆記... 欸...等一下...這個我什麼時候看到了... 我什麼時候有這個...這個破舊的筆記了... 好...沒關係...沒關係...我們先... 我們先... 我先把音樂關小聲一點喔欸 好...大概這樣... 因為我這邊耳機聽來有點大聲啦... 好...那...目前...我們是... 是...呃... 看一下我們到底是卡在哪裡啊... 有點忘記了... 我們是要想辦法出去對不對... 那想辦法出去我們... 我們...應該要怎麼做啊... 我先看一下這個破舊的...筆記不好... 有兩種...筆記很多...地方...糊掉了... 貌似在對話的樣子... 怎麼了...點點點... 是... 感覺有些字寫的特別大...特別用力... 怎麼了... 是... 怎麼了... 你到底想怎樣啊阿易... 阿易...這不是爺爺的名字嗎... 在和他對話的事... 哪裡做錯了...是不是哪裡做錯了... 這裡很明顯是爺爺的筆記... 沒...是... 不要再管我了... 沒... 沒...什麼... 呃...怎麼了...是... 好吧...我看不太懂... 其實很多時候... 是有機會的...可是放棄你... 就...可能就會變成一個人... 這夜被撕掉了...這夜被撕掉了... 至少你成功了...這幾個字... 是另外那個人的... 喔... 可是...那我們接下來是卡在哪裡... 我也忘記... 噢...好痛喔... 我們是卡在... 找不到東西是嗎... 右邊的門縫... 呃... 電線裸露出來了... 有嗎... 沒有啊... 哪裡有電... 這裡嗎... 不是啊... 這上次好像看過了對不對... 那...他說的電線是在哪裡... 這裡嗎... 不可能啊... 我們再上去看一下... 喔...是密碼對不對... 有一個密碼... 有一個...呃... 我記得下面是不是... 要破解一個密碼的樣子... 是在... 在...這裡對吧... 密碼有三碼... 字條排在左邊... 將熱鍊回歸於... 細水長流... 六點... 六...點... 三... 八... 好... 密碼有三碼... 字條排在左邊... 有三碼... 為什麼它有六個啊... 為什麼它有六個啊... 六... 三... 八... 沒有啊... 沒反應啊... 好... 沒關係... 我們先不要... 把這些... 時間耗在這裡... 我先... 我先... 關掉想一下好了... 對... 我先關掉想一下好了... 那我們稍後回來喔... OK... 我回來了... 那我在這之間... 我已經發現兩樣東西了... 一個是這個... 這個... 看起來是可以點燃的... 所以我現在先把它點燃看看... 似乎還缺少什麼... 好... 那... 目前已經點燃了一個東西... 那還有另外一個東西要點燃... 這東西我真的覺得... 呃... 嘖... 我好像眼殘一樣... 就這個... 這個... 我... 之前... 唉唷... 好痛... 我之前進來的時候... 被關注的時候... 我有打開這個燈... 可是我沒有看到它有這個... 有這個畫... 所以我就以為啦... 就是... 這個東西是沒有用... 所以這個也是可以點燃的... 拿到點燃的蠟燭... OK... 啊點燃的蠟燭要幹嘛... 我就不知道了... 然後... 應該... 再來... 應該就沒有東西了吧... 然後它說... 右邊的門縫電線裸露出來... 不知道這個蠟燭都不會放在這邊了... 可是應該是不想幹的東西吧... 然後再來這個好像... 它說側邊很容易燒壞... 我們來燒燒看... 那會不會有什麼... 欸它還有字出現耶... 好酷喔... 那... 接下來這個要怎麼清啊... 好了沒關係... 我們就大膽的假設... 這個火把是插在這裡的喔... 呵呵... 欸真的有耶... 哇... 酷耶...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有什麼東西吧...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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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嗯... 好... 目前應該是拿不到... 這裡面有沒有東西... 然後... 往這邊看一下... 這應該也沒什麼用... 上面沒有東西... 然後這邊是床... 上鎖的備忘錄... 正中央有個... 圓形凹縫... 廁所嗎... 玻璃櫃裡面有放著什麼... 但是是鎖著的... 呃... 玻璃櫃下有三個轉盤... 指針朝上... 左方的轉盤... 右... 方的... 呃... 中間的轉盤... 好吧... 我不太會這個東西... 這晚一點再解喔... 感覺很難... 看起來... 應該... 是沒有東西了啦... 好... 那我們這邊應該就逛完了... 那繼續去下一個地方... 感覺... 剛剛解完一個東西... 後面又有更多的東西了... 蛋糕是不能吃的... 呃... 有個... 裝滿水的桶子... 下面有... 水管... 連通... 水桶... 下還黏著紙條... 搬... 動它... 太重了我搬不動... 忽視它... 你為什麼要忽視它... 呵... 那你要我怎麼辦嘛... 呵... 那這個咧... 喔... 搬動它... 喔... 哼... 怎麼辦... 忽視它... 呵... 呵... 不然你要我怎樣嘛... 有...有蜘蛛耶... 呵... 難道拿...拿...拿...拿這個燒它嗎... 我會拿這個燒它嗎... 還是要打掉這個... 不對啊... 感覺問題... 痾... 問題剛解完又來一個問題... 真的是... 我們試試看好了... 它不能按確認耶... 好吧...那... 還是找不到... 我們... 再...出去看一下好了... 因為它這個... 一下有蜘蛛... 一下... 搬不動... 看一下喔... 看一下喔... 對啊... 無論如何都搬不動... 就是... 為什麼咧... 我可以燒了它嗎... 呵呵... 那上面好像可以上去... 但是是上不去的... 然後我們現在... 呃... 那個... 乾掉的植物應該是需要水... 可是我們又搬不動這個桶子... 裡面有蜘蛛... 那... 我們到底該怎麼辦... 哪裡... 就是會滾到... 那... 那個... 所以... 就是... 還是... 喔... 那... 我為什麼不斷... 是...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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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是想不出來 啊 板子啦 頭好痛喔 等一下 上鎖的播放器 有很小的孔洞 應該也是沒有用 目前為止 現在 重點在於 我看到外面了 欸不對 這不是外面 好 那我們再稍後回來一下吧 讓我這個蠢蠢蠢的人 蠢蠢的實況者 稍微找尋一下 到底是Lost掉哪裡了 好 那我們待會回來喔 OK 我又回來了 結論是啊 我剛剛 一直用用用用用用 一直 一直嘗試我都不知道到底是 就是說 要從哪邊著手開始調查 結果我看了一下別人的實況 然後發現這個其實是可以燒的 這個 欸 欸 這可以 喔 燒起來了 對啊 這個是可以燒的 對 可是 那個 作者只有講上方的木板 就是 那個 樓上藏庫的木板可以燒 然後這個不能燒 那我看了一下 稍微看完了 結果我也發現 原來把繩子放在這裡 它的 蜘蛛就會 沿著線跑走了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搬洞桶 走了 水流到低的 哇 好酷喔 等一下 它瞬間變到這裡了 那現在我 可以搬洞它 喔 我要搬到旁邊去了 等一下喔 等一下喔 NEW NEW是什麼東西 好 沒關係 現在還 不懂 把桶子搬到一旁 發現一張字條 桶子裡的水都沒了 重新再裝水一下 桶子的水又裝滿了 又裝滿 嗯 呃 這裡已經搬洞完了嘛 那這個咧 這個也用完了 那 這個字條是幹嘛用 老實說我現在 不太了解 我們既然有水桶了 我們不能把它搬走 然後拿去洗 鋤頭嗎 那是鋤頭嗎 還是鎬 呃 老實說我不太了解 這個NEW是什麼意思 NEW NEW NEW是什麼意思啊 呃 好 我不太懂 我還是不懂 沒有 我也要投降 咧 太悲慘了啦 像地圖太難了 像地圖太難 就來說解謎 解謎內容太難 真的 太難了 我要投降 我真的要投降 再這樣下去我只能投降 唉 唉 好吧 那我們再過一段時間再回來吧 看能不能找得到啊 好 那待會見囉 OK 我又回來了 那我終於解出來了 結論是這個就是說 這個紙條啊 就是這個東西 就這個轉盤啊 我們按照上面的顏色 比如說第一個是藍色 那藍色是英文字母1 那英文字母1它都 它是呈現90度的 我們先寫一遍英文字母1是這樣寫嘛 嗯 對不對 那通常這樣子都是90度 因為它這邊都是909090嘛 對不對 那我就設定它是順時中轉 90 那再來黃色的部分這裡 第二個 中間的轉盤 那它是W 那一開始呢 我有就是 嘗試就是設定說 它是那個 那個叫什麼 就是 這個度數我忘記是大概多少度 但是它一般來講都是90度 然後再加90度 再加90度 所以不可能是這邊 那我嘗試算了一下就是 這個到V 到V的這邊的度數 照理講應該 應該也許是270度 所以我就點了這個順時針 轉270度 那再來最後紅色的部分 這個Z齁 這個Z這樣寫應該是0度 所以我就按不轉 那終於就拿到了這個 該死的空杯 呵呵 那我們現在趕快去裝水 然後去把那個該死的鋤頭洗乾淨吧 呵呵 好啦 OK 是把它洗乾淨我就可以出去啦 不要洗乾淨又要解那個 怎麼出去的問題欸 嗯 洗地上的鋤頭 喔好酷喔 呵呵 它只有一點點水欸 一定用指令方塊做的 太酷了 嗯 喝掉水 喝了放太久的水 中毒而亡 你已經死了 欸它放太久的水不是髒掉了嗎 你怎麼還可以拿來洗鋤頭啊 誰洗過的鋤頭 呃 鋤頭 是用來幹嘛用的啊 我可以用來 不可以 啊我知道了 是不是樓上有一個植物 我要去 呃 去 耕種它是嗎 呃 Sorry Sorry 我不知道它可以打掉 好 好那應該看來應該不是啦 對 那 欸 這裡是不是有一個泥土啊 那我看一下喔 它這 是同一個箱子嗎 好像不是齁 是這樣子嗎 欸有了 加熱管 跟從那一天起 第一次聽到它聲音 就知道和它一定相處得來 阿易 你在做什麼喔 是這句話嗎 所有事物的開端 總是 這麼 平淡無奇 這個是 真六台 我當時只能 望向手中的加熱管 多是用那時能夠講出更幽默的話 你想知道怎麼做嗎 我怎麼會說出這種奇怪的話 我低下頭準備繼續工作 好啊 我正經的抬起頭 這才發現它比我想像中的還美 我不知道該說什麼 說些什麼 快教我啊 它的聲音 頑皮的像之精靈 我只得頂 緊盯著它 生怕一眨眼 它就會消失 先在上面擺上加熱管 然後下面墊 從那之後它偶爾都會跑來 問我在做什麼 有時就只是靜靜的坐著 然後又默默的走回去 所以我這邊要做 亮照台 亮照台 然後 我要放 這裡嗎 等一下 我要放錯地方了 等一下 好我們把它拿回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來來來來來 我們把它拿回來一下 我們把它拿回來 我們剛剛是拿到烈焰肝跟三個鵝卵石對吧 好 我太衝動了 我太衝動了 書我先放回去啦 那現在我們已經拿到烈焰肝跟三個鵝卵石了 可是我們不知道這個東西要放哪裡 呃 呃 再一次又出現了下一個問題 等一下我們再看一下那本書是寫 真六台 好我想我有卡關了 呵呵 噢天哪 我怎麼這麼容易卡關啊 我怎麼這麼容易卡關啊 有可能是放這裡嗎 不可能吧 不可能吧 還是說 那這邊有缺少哪裡可以放真六台 是放這裡嗎 對阿 這個粉紅色的 墊子 呃 這個粉紅色的那個地毯 我怎麼想啊 都是 都是那個 可能是要把真六台放在上面吧 可能啦 那我們先去再弄一次那個 真六台 如果這一次再不行啊 那我們就先結束這一集的實況好了 因為畢竟 在想下去也是頭痛啊 呵呵 對可能 下次再想啦 呵呵 不然我覺得我又腦過度了 呵呵呵 至少太低了 好 好的 我 不好意思 我要再作弊一下 我的天啊 怎麼這麼困難啊 好 那我們 這一集的實況就到這裡 結束啦 那記得 大家如果 就是 對我的新地圖有興趣的話 就是 生存的那張地圖 有興趣的話 歡迎在我youtube下方 留個言 告訴我你覺得 要1.7.2 或1.7.5 或1.8 版本比較好 哪一個比較好 或是說你 現在比較常用哪一個版本 告訴我就ok了 其實三個版本 都沒有差啦 只是差在1.8 我可以 用更好的方式 去固定村民 然後1.7的話 就沒辦法 然後 應該就是差不多了 然後1.8的話 我可以再新增一些東西 例如說 呃 我可以新增 新增 海底 海底 欸 那個叫什麼 那個 那個 呃 海底的那個 迷宮 之類的 前提是 TN 我要看那個TN 有沒有出到1.8的版本 對 如果沒有出到的話 意外 呃 沒有意外的話就是不行 對 那就是1.7.2 跟1.7.5 選一個啦 那 我們這一集的實況 就到這裡結束囉 如果喜歡我 發蠢 解謎的影片的話 歡迎按個喜歡 那有興趣的朋友們 歡迎按個訂閱 或是到 四聯軍團的粉絲頁 按個讚喔 那 我們這一集的實況 就到這裡結束吧 我是尼亞斯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 明天 有 六年